那么咱们到现在为止 实现python里面三种多种方式都讲解完了 进程 现程 协程 那么咱们简单区分一下 在这个地方我给大家打了 用通俗的语言我给你举了个demo 用多进程它耗费的资源最多 用多进程耗费的资源最多 也就是说当我python3控个什么的py用起来的时候 它一定是一个进程 那么这个进程里边一定有一个现程 那么咱们往往把进程里边默认的现程 称之为主线程 主线程它接下来真正的是拿的代码去执行 即进程是资源分配的单位 而线程才是接下来真正执行代码的地方 也就是说耗费系统真正在调度的时候 是调度的线程 您听到我的意思了吗 一个进程里边有一个线程 即一个箭头 即意味着只有一个地方在执行 那么一个进程里边有两个箭头 即意味着多线程的话 请问是不是就实现了多任务了吧 那么一说一个进程里边有两个箭头 即两个线程 那么这就咱们刚开始讲第一种方式 多线程的多任务方式 那么后来回到业务的需求呢 咱们后来又说了另外一种实现多任务方式 什么多进程 你不是说一个进程里边有多个线程 就这个任务一起执行了吗 那么我只要保证再有一个进程 再有个进程 再有个进程 那么请问每一个进程里边都有线程 是不是就可以实现真正的很多个任务 是不是一起执行了吧 那么这也谈 那么进程能实现多任务 线程也能实现多任务 那么咱们应该是用哪种好的 简单来说 进程在用资源比较大 它为了让那个进程去执行 为了让那个进程去执行 它切换资源比较大 就是代价比较大 所以说呢 咱们一般来说 资源耗费的比较低的一种方式 是线程 线程 那么线程呢 打个比方 它有个特点 线程里边啊 只有一个箭头会在执行 当一个线程执行到某一个操作 打个比方 如果我刚刚给大家讲解的这个文件下载器 你用的是多线程多进程都行 你懂我意思了吗 那么如果要是用多线程的话 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特点 当我在调用这个IQ的read的时候 请问 这个读 是不是意味着从网上正在下来 那个数据下来吧 这个下来的过程 根据你的网速的快与慢 它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那么也就是说我用的是多线程 那么很多个线程都会卡在这样的read的身上 那我能不能把一个线程 在等待某个资源到来的这个期间 这个时间 拿出来利用去做其他的函数里面的代码 其实这是不是就咱们所说的 就是什么 是不是叫做写程了吗 对 写程的一大特点 利用了这一个线程 在去等待某个资源的这个期间 去执行其他的函数 听到我意思了吗 这就是实现多任务的三种方式 那么后面的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讲解加L 简单来说 咱们在不考虑加L的 就是全局解释器所的情况下 那么进程是资源最大的 咱们一般呢 不会用多线程 那么咱们可以考虑用多线程 那么如果你的多线程里边 有很多的网络请求 比方说网络它会堵塞呀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用写程反而效率更高 这么说理解了吧 在不考虑加L的这些情况的前提下 优先考虑写程 再考虑现程 再考虑进程 听懂了吗 各有各自的优缺点 进程是最稳定的 一个进程挂掉 不会导致另外一个进程挂掉 但是现程切换自然更少 那么写程利用了现程 在等待的那个时间 是不是再去做别的事情了吧 所以说呢 效率最高的是写程 OK 那么简单的就是这么一个对比 这个呢 还是比较重要了 听懂我意思吗 那么多人为了今天到这儿 基本上就讲解完了 哪一种多人为了实现 这就是鱼和凶掌的取舍 你自己选 根据你电脑是需要更稳定 还是需要更节省自然 还是需要效率更快 那你将来进行一个取舍 就可以了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固定的 这百分之百没有固定的 那么总结呢 咱就说到这儿 这个地方有个通俗的理解了 大家可以理解一下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